这两天高考,突然想起一部电影中,男主为了能和女主上同一所大学,高考的时候放弃最后一道大旗,同时调侃道,月今年的娃娃,千万不要为了他放弃最后一道大旗。 这蛮有意思,为对方放弃最后一道大旗,下意识是为了和对方保持同样的步伐,而自我哲忌。 但从感情方面,当你很喜欢一个人,为了和某个人在一起,而放弃自己更好的发展,说不定本来欣赏你的才华,因为你的放弃,将自己身上的发光点给抹去了,最后反而失去了自己的魅力。 另外,为一个人放弃自己的人生,也有可能成为对方的负担,这其实不太成熟的做法的,这虽然是件高考小事,但其实很多深陷情感的人,可能都会有过类似的体验。 为了一个人,去压制自己,为了一个人,去放弃一些对自己非常重要的成长机会,为了一个人,错过了自己人生的机遇,这真的是伟大举动吗? 可能对方一开始是感激,透明压力,嫌弃,最后淋漓而去,不懂自爱的人很难拥有好的爱情。 当然这里的自爱,是真爱自己,对自己负责。 想起以前一个朋友,他和男友都是211的学生,当时两人一起准备考研,结果女生考上了上海复旦大学,男友没拨陷,他为了陪着男友考研,便放弃了读研,留在大学和他一起准备二战。 第二次,男友考上了复旦,女生落榜了,女生为了跟上男友,准备三战考研,男友就先去复旦了,还承诺会在那里等他。 可是不到一个月,女生发现男友出轨,在复旦交了新女友,这个朋友如行天霹雳,各种拍球,攻击都无济于事。 女生,绝望的他,经过半年多的时间,也没从伤痛里出来,后来只好考了本校的医学研究生。 女生一直不明白,为什么自己为对方付出,却换来这样的结局。 她不死心地问男友,对方说,对不起,我欠你了,但是,我没有让你这样做。 你为了我放弃自己,我很愧疚,但是我觉得,你也是为你了自己,我反正也还不了,我选择离开。 你自己珍重,选择更好,更舒服的人相处,是我们的本性。 当你为了和对方处在一个平行线,而压抑自己的优秀,结果一般都好不得哪去。 记得接触过一个个案,女主和男友在一起骨头两个月,对方提出分手,女生觉得纳闷,当时对方此披赖脸要和自己在一起,怎么这么快就要分手了? 问起情况,才发现,当时男生很喜欢女生,觉得他特别有才气,聪明又生紧心,在一起后却发现不是这样的,感觉对方什么都不懂。 女主感觉很冤枉,她结束这个男生时,明显感受到对方不如自己,为了不给对方压力,又是刻意让自己弱一点。 可是对方却感受不到这些,还以为自己找错了人,情感路漫漫,千万别为了一个人,刻意压力自己的优秀。 也不要为了一个人,放弃自己的人生,学会自爱,学会欣赏自己的优秀,还不至于在关系中与受挫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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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造 afterward